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潮生牙骑场107 生霞16 蝴蝶23 飞猎手6 潮溪34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让我们生霞骑场向宝箱 飞猎手 潮溪自信 双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开局来到 潮生牙左边的这一个 传什么脸 好到这里之后 我们把资料转到 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船边直接往前飞 好这边把旁边的 这两根柱子砍一下 好让我切出一个枪锁决策 站在底座上 站在底座上 好来打一下 这边这个 西南方向地图左在角这个 好打了之后这个 其他箱解锁 拿到打 拿到之后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过来 好这里把这个空物捡起来 这边的石头给它炸了 东方向地图一边石头炸了 里面是一个朴素其他项 物尽其 拿到之后我们再往西南方向地图左在角 前方又有一个潮溪之宜 好来切下怪 好我们切了怪之后来拿到这个奖励 再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东方向地图右边 东方向地图右边这边走上来 这里又是一个潮汐之意来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到怪之后来拿到这一个奖励 五进其用 拿到奖励之后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跳下去 跳起来这里是三根柱子 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这里一根 然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这里一根 然后是北方向地图右边上方 这边这里一根 三根柱子打了 其他箱解锁 拿到打 有机会排场有可能 拿到这里其他箱之后 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在角 抬头 在上面有一个标靶挑战 上来做一下 打了之后出现一个朴素其上相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南方向地图下方 在那个对面那个 这叫什么鬼熔炉 还是什么东西 这顶部有一个生侠拿到它 拿到之后再往西南方向地图左在角 跳起来 这边是有一个任务 顺便做一下 所以来 这边有跟PC叫北库和他对话 好那这边对话完之后 他让我们调查什么 什么出情情况 我们跟着这个任务指引过去 爬上来往他 对个话 好让他再回去和大家对话 好这边让我们四处寻找线索 我们切换到感知 切换到感知 然后 这边感知一下 往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出来地上有这个黄色的光标 调查 好调查完 我们再回去 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走回来 走回来往我们左手边开 东南方向地图一下角 这边这里一个调查点 好对话完之后 我们来和北库推理事件经过 这里不能跳过啊 必须点击告诉他 然后 选择这个无痕 好然后我们再去找那个 NPC 好接下来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过去降低水位 好然后这边捡起来 好然后再回去找北库对话 好那对话完的话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 现在这一个锚点啊 这个锚点如果是 你的 这个什么主线啊 潮汐任务 潮汐任务 如果是你和我一样的进度的话 那你这个锚点应该 你在路上会顺手开吧 如果你开了 你就直接传送过去啊 如果你没开 你就 有跑过去开一下 我们来到这一个锚点 好那我们 把这个锚点开了之后 打开我们的背包 然后在这一栏啊 找到一个叫奥含中的一个 呃一个 这个叫什么 材料啊 奥含中的一个材料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我们一起去拿 好我们来到这一个 玉龙台左下角 这一个锚点啊 这里缺一个啊 拿一个就想要撩鸭的风 好来了以后 往南方向啊 地图下方 从这边往来跳 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就是 奥含中 捡起来 好 拿了之后 我们再回去啊 再回到刚才锚点 好呢 那到这边之后 我们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走过来 这里有一个 潮汐之仪 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来 拿到这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酬劳之外的收获 好那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我们再继续 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左手边啊 绕一下 绕一下 好 绕到前方这条土路上 然后我们右手边看 这里有一个NPC 叫荣安 旁边几只怪给他清掉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来和荣安对个话 这里要给他 给他这个奥含中 我们刚才去拿那个物品 好这样的话 他会给我们十个新生 好那现在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 地图左边这边走 在这里有一个 非猎手 他会在前方这条路上 游荡 母接过来给他打掉 他会板吧 好那打掉这个飞猎手 那最好是用 那个枪手突袭啊 打掉飞猎手之后 在我们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有个山洞 从这个山洞进去 好一直走进来 前方有一个生霞 这个生霞的话 还是跳起来 冲刺 再用勾索 来 跳起来冲刺 勾索 好 飞到高处 然后落下来拿到这个生霞 再继续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走出去 一直走出去啊 好一直走到前方这条土路上 走到这条路上 然后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双角 这边走过来 前方这里有一波怪 好来清一下怪 好清了怪 来开启这个浮速其他箱 拿到之后 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图左边角 这边这个 脚栽 好 启动 然后掏出 攻 枪手角色 哎 掏出枪手角色 把这个 这叫什么管 玩页啊给它打了 木箱啊 打了之后 拿到这一个西准其他箱 拿到之后 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下降 这里我们从旁边爬上去 开一下锚点啊 开了锚点你直接传动就行啊 好那我们开了锚点之后 再往东方向地图边 这边 往前走 跳下来 好那前方这里有一个 挑战 好这个是 跑酷挑战 点击启动 然后这边出现 封场 跟着封场往上飞 好飞上来 落到前方的蓝色平台 上面有这个 金币 把金币吃掉 好这边下面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生霞啊 孙子我过来拿一下 好拿到这个 树桩里面的生霞 然后我们再回去 从这个封场啊 继续往上飞 从封场这里继续往上飞 这里如果不行 好然后我们就用一下 勾锁 好用一下勾锁 再上来 然后在前方这个封场 继续往上飞 落到前方蓝色平台 再继续 这个封场 这封场的顶部 有一个生霞 拿到打 拿到之后 我们再过来拿这个 精密 精密奇长相 有机会排场用场 好那这里拿到这个奇长相 然后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下角这边接完来跳 好接完来跳 下面这里有一个 这是怪物镇守的奇长相 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 清完怪来 拿到这一个奇长相 拿到之后 我们再把封场转到 我们的西南方向 地图左在角这边跳下去 这里是一个 潮汐之仪 好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来拿到这一个 潮汐之仪的奖励 之外的手 拿到之后南方向 地图下方 这边上面有一个生霞 旁边爬一下 爬上来生霞底部有一个 坦坦菇 直接跳起来拿到 拿到生霞 然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一直走过来跳下去 这边有个NPC叫阿诚 和大家对个话 好对好完之后 在他接这个西南方向地图左在角 这边这里有 他的一个背包 剪一下他的背包 然后回去交给他 好这样的话 他会给我们十个新圣 那现在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西方向地图左边 绕开这一个 这个 这个洞穴 再从我上面走 好这里爬上来 这边是一个解密 好那这个解密的话 我们绕过来 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A一下 再A一下 好再走过来 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A一下 走过来之后 西方向地图左边 再A一下 再走过来 这一次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A他一下 再走过来 东方向地图右边 再A他一下 好最后走过来 给他推到 推到他自己的位置啊 拿到这一个 头牢只有西方 西方向 拿到之后 我们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跳下去 好再往下一层 然后再回头 这边这里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在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这里是他的那个什么 打石头专用的这个炸弹 这边 给他打掉 打掉里面是一个朴素 起床项 不仅其用 好那拿到这一个起床项 然后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在前方那个 瀑布中间 这块石头的顶部 有一个生霞 这边我们到对岸这边爬上去 好这里来拿到生霞 拿到之后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现在要来到我们右上角的这一个锚点 看一眼我的屏幕 这一个锚点 好那过来之后我往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走过来 这里是一个压力机关 我们直接站上的压力机关 好那稍微靠近一下宝箱 就能拿了 起床拿到这宝箱 拿到之后我们再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走过来 这里有一个细生蝶 摸一下它 好然后跟着它走 好这里送到位之后 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走过来 这里的话 首先要把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掉了怪之后 再来到 来到奇葬箱的旁边 在奇葬箱这里 它左边 左边这个装置 来骇入 这里的话必须清了怪 它才会 它才会解锁 这个装置 这个 连通电路的这个装置 才会解锁 好这边连通之后 拿到这个基准奇葬箱 走货 拿到这个奇葬箱 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 这里走过来 跳下去 在这个树 从树的这里跳下来 跳下来之后 我们直接回头 在我们现在的北方向 地图上方 这边这里 这个石头 好那这个石头的话 我们回到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走过来 走过来右手边 捡起来 这就是它的架带 踩过来之后 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给它丢过去 那炸凯 炸凯里面是一个 浦素奇葬箱 拿到这个奇葬箱 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走 一直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走 走出来 跳下去 前方这条路上 下面这条路上 有一只 细针叠 来摸一下 然后跟着它走 好 这里到位之后 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边是一个打怪的挑战 来 来做一下 好那挑战搭成 这里出现 亲密奇葬箱 捡起来按之外的收获 捡起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一边 前方有一个飞猎手 这边掏出一个攻 枪手角色 准备好偷袭它 好那打掉之后 拿到奖励 那拿到奖励之后 我们再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 走上去 把锚点开一下 前方有个锚点 开了锚点的小伙伴 就接传送就行 好那这里把锚点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图索弯角这边走 这里是走过来 这是一个潮汐之仪来清一下 好那这里我们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就会排成游泳场 拿到之后再继续往西北方向 地图索弯角这边走 这里有个宝箱 好在它正前方 有一个流放者 过来和它对个话 好然后把这一怪 给它清掉 好那清了怪之后 这个其常向解锁 拿到之后 往西北方向地图索弯角这边走 一直往前走 然后跳出来 好这边是这个 一个解密 这个解密的话是 我们先去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这一个柱子 先来打这个 这里是一个轮胎 好那这个轮 这个打了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 这个西南方向地图索弯角 这边走过来 这里是两个轮胎 来打这个 这打完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东 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边走过来 这里是三个轮胎打 然后是剩下的最后一个 四个轮胎 这边按照顺序打完之后 酬劳之外的收获 销胎解锁 拿到它 拿到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东方 东方向偏北 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边走出来 这里是 以波 怪 我们来把这波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 金蜜奇仓像 拿到这个奇仓像 在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细声碟 来摸一下 好然后在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边有个大石头 这边有个石头 打开里面一个朴素奇仓像 就会抬起来游泳场 然后再继续去摸这个 细声碟 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一边 好这一次把它送到位 他 好那这里到位的话 S5 现在我给你们讲一下 我们来到这个 潮生崖左边的这一个 锚点啊 来了以后 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上角 这边直接往前飞 飞到前方那个洞口 前方的洞口 好这边有一个NPC叫阿诚 我们来把这三大怪清掉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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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